我們剛才已經跟各位介紹了 Python程式工具 的Python.org上面的線上解憶器 那這個線上解憶器 就是只要打Python.org 也就是這一個 點這一個 好 點這個 點這個就會進來 這個都沒有問題了 不過剛才我們在練習 離線的 互動式 我們去打這一個程式好像不是很順利 我再做一次 我再做一次 把這個 Copy起來因為各位沒有電子檔 所以這個可能各位自己打 我就把它互製起來 然後放到這裡啦 放到這裡以後我就把程式放到這裡 好就這一個程式 那這個程式我把它Copy起來 嘗試著想在 這個IDLE 因為我們書本上有告訴各位 好就是你先要到記事本 進入這四行程式 拷貝起來再貼到這裡啦 好那我現在就拷貝起來貼過來了 好 用記事本寫好了嘛 寫好把它拷貝起來 把它互製起來貼上去 貼上去 剛才就出現這個錯誤 那出現錯誤 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範例 告訴各位 那他其實錯誤的地方 先看看他的錯誤訊息 unendent does not match any alther and dentation level 也就是他的 這個內縮 比如這邊要內縮四格 這邊要內縮八格 這邊要內縮四格 他沒有標準 所以我們必須要把程式做一點點修改 其實在這裡可以看得出來 他這裡已經進來一格了 這裡又進來了三格 所以你貼上來以後這個就靠邊了 這個進來以後這三格 你可以看得出來 那我們怎麼做呢 最好的方法就是 也就是說如果你看這個程式跟那個格式好像沒有錯 你先把它收回來 再打一二三四 把它收回來 再把它打一二三四 再來一二三四 這樣一併吻合 那這裡你要收回四格 跟原來書本的格式這裡要收回四格 再把這個複製起來 把它貼上去 貼到我們程式這裡來 那我師傅上面有說你按兩個Enter就可以了 後面 按下Enter 他按兩個Enter 第一個Enter 第二個Enter 他就出來了 那這裡可以告訴各位什麼 也就是說這一個程式 你把它看起來 Copy起來 你看不出他錯誤的地方 你看不出他錯誤的地方 那這是正確的 這是正確這是錯誤的 所以我大概格子沒有對齊 所以我們做一次調整就可以了 那這個練習對各位來講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好 那我們講到哪裡呢 我們講到的就是 互動式 它叫Interactive 就是你在標示符號底下執行的逗教互動式 你說 A等於 A等於123 B等於 456 那因為一個是數值一個是字串兩個不能相加 那要相加的話要這樣 要先把 Trint 挂號 A 加上 Int 挂號 B 也就是先把 字串變成數字 兩個才能相加 各位記得在寫這個 挂號的時候左挂一行裡面左挂號的總數 要等於一行裡面右挂號的總數 這樣兩個才能相加 還有一種加法是這樣 然後這個把它變 Str的A 再加上 B 那這就是字串相加的 它會變成123456 所以各位在學習 程式設計的時候要了解它變數的形態 你可以把它叫它說Type 請它印給我看說A的Type是什麼 它會告訴你A的Type是Integer 你又可以把它TypeB 你問它說B的Type是什麼 它會告訴你B的Type是String 好我們已經講到這個地方了 講到這個地方 就是在互動式 也就是在這個標示提示篷底下執行 現在我們要講腳本式 腳本式我們剛才已經寫好一個程式了 這個程式 在這個地方 因為它沒有也沒關係 在這裡各位可以打file 然後到new file 把剛才那個程式貼上來 然後執行的時候 執行的時候應該正確的做好是用file 然後把它存 Save file as 把它存起來 存到桌面 我把它大部分都把它存在桌面 你可不可以看看存到哪個資料夾 我在桌面裡面就把它叫做9x9 就9x9這樣就好了 存檔 那程式其實已經存到桌面了 我們待會再把它執行 執行的結果會跑到 這個PySensure在這裡 PySensure 這叫PySensure 這叫Editor 這兩個是不一樣 這裡是在編輯程式叫Editor 那這個地方叫PySensure 我們其實Editor不必懂太多 就是知道file裡面有一個new file 寫新 新檔案的時候就 如果你要存就用Save file 它過程在這樣 我現在可以寫一個新程式 然後把剛才那個程式貼上來 那這一個是一定可以執行的 當它執行的時候它會叫你先存 它會叫你先存 你說好我來存 那請各位務必值得 記不必記得先把它存在一個叫 你不用的檔名裡面 比如桌面 我先數一個叫0好了 0 Test Test 0 就這樣就好了 這個就不用了 這程式一定的要先存到其他 不然 你以後寫程式 它會蓋掉你的 你寫到這個 9乘9它會蓋掉 那這是很麻煩 好確定它可以執行了 你再去改名字 好 那這裡在說什麼呢 這裡跟各位講的就是 在Python裡面它有一個叫 線上的互動式 也就是你是在這裡 在這個提示符號底下執行的 那還有一個叫腳本式就是你把程式存成 把程式存成 點Py了 就在這裡 哇這裡開了好多程式 就這個程式已經把它存到點Py了 我剛才填到桌面 一定在這裡 一定在這裡 一定要找一下 點Py在這裡 9乘9 剛才有一個test 有一個點Py 然後各位也可以自己做一個資料夾 叫Python 我就有做了 做一個叫Python 然後把程式就建立在這個裡面 好 那以上就是跟各位做的說明 有關於 Python.org 的 這裡有Python.org的線上解譯器 跟離線解譯器 IPLE 那各位記得你去考試考ABCS 它電腦裡面就是提供你這一個 也就是各位必須把這一個 這一個它有兩個畫面 兩個畫面 一個是 Editor 編輯程式用 一個叫Share 那我們一般程式都分兩個 這個就是它的 Curnal Curnal核心 這個就是它的 使用者界面 這就是執行程式的Share 好 那大致上是如此